普陀山3000万战神无敌 连续淘汰珍宝 与岛夺得首冠 东方在雪山首秀夺得亚军 复战小祖赛的晋级规则改变之后 使得越来越多的复战队 有机会进入到16强当中 本月就出现了诗情画意 东海捞山 大观园 苏迪春桥等新鲜面孔 小祖赛各个复战队之间的搏命厮杀 精彩程度已经和淘汰赛不分伯仲 普陀山在淘汰赛阶段 先后战胜了夫子庙 珍宝格 于岛 一水雪山在淘汰赛阶段 先后战胜诗情画意 生日快乐和紫禁城 两支服战队最终会试决赛 本月服战 普陀山携带3000万战神强势来袭 他们无所畏惧 眼中只有冠军 小祖赛战胜屈复孔庙 淘汰赛战胜珍宝格和鱼岛 都证明了他们的强大战斗力 一水雪山本月临战神 指挥东方的首秀能刷进决赛 表现同样不俗 双方无论谁夺冠 都将是自己的首冠 两支服战队在单选阶段 全部都禁掉了对方的化身和地府 从报名图来说 决赛极有可能是一把212的对轰阵容 陷入对战之后 一水雪山来了一手出其不意 上了女儿加武装 加无底洞 加化身 加三草大堂的四宝一阵容 普陀山上了武装 加盘丝 加化身 加施陀领 加魔王的阵容 双方都是阴阵 普陀山武装拿到了场上一速 普陀山双输出狂打面杀 不断消耗对面的药品 同时抓住机会 竟聊雪山的大堂 将他点杀倒地 延缓他叠建议的速度 第34回合 普陀山双输出全部上战胜宝典 发起了最猛烈的冲刺 遗水雪山 药品的压力变得非常大 第39回合 普陀山魔王直接爆死了雪山的无底洞 优势开始变得无限大 第45回合 普陀山双输出和双地厅出手 顺利收下了本场比赛 豪取195连服战冠军 同时这也是普陀山对史的手冠 指挥东方在遗水雪山的福战首秀 就拿下亚军 也算是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2022年十个月的福战当中 珍宝阁三关 羽岛和屈服各两贯 欺诈老街 生日快乐和普陀山各一贯 2022年已经涌现出了六个福战冠军区 如今的福战格局 已经呈现出了群雄争霸的发展趋势